这一箱生菜是七天前移植的 已经完成成活了 因为气温比较低 所以我还没给它浇肥水呢 这一箱窝笋也是同一天移植的 也完成成活了 今天晚上我给它全部都上了一遍这个骨粉 骨粉中的淋肥 也能促进它的根更加强壮 长得更快 撒完骨粉之后再浇点水 更容易把养分释放出来 我现在浇的是发酵好的红糖水 发酵过的红糖水温和 好吸收 不烧苗 而且它也是可以促进小苗更快的生根的 像我这些地虫查了这么多年 每次移栽小苗的时候浇一点 小苗的长势会更足 来看一看 泥土有一点点的泛白 说明它还是有点干的 我的楼顶通风光照太好了 所以每天我都会给它浇一点水 红糖水是隔一天给它添一次 但是生菜的这一箱土就比较湿润 这一箱我今天就先不浇水了 控制好泥土的湿度 小苗也会更容易成活 长得更快 这一点是油卖菜也是同一天移植的 现在也给它撒一点点骨粉 我这些土都是虫查了很多年西瓜 缺素会比较严重 所以才需要上一点骨粉 不要泥土缺素严重 小苗就会难成活 而且成活之后小苗是黄黄的 怎么浇肥水它都不长 这一箱的泥土也有一点干 所以我也要给它浇一点点红糖水 像这种刚已栽的小苗 泥土大概要保持60%左右的水分 也就是稍微偏湿一点的状态 这样子小苗会更容易成活 而且长得也会更快 泥土太干了 苗容易皱容易死苗 如果泥土太湿了 要容易凹根 或者是不利于根系的生长 它也会长得很慢 最近的气温比较低 都低于10度了 一般到了这个温度 小菜苗会长得很慢 甚至是停止生长 所以到了晚上 我会给它盖上薄膜去预寒 有了这一层薄膜的保暖 它不仅不会冻伤 而且丝毫不影响它生长的 看看 这是撒上骨粉的第三天早上 气温开始回暖了 我把薄膜掀开 让它晒上一天 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给它浇肥水了 今天的温度是13到22度 只要保持这个温度 浇上肥水它会撑撑长 基本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摘菜吃了 对了 小苗成活之后 浇肥水之前 最好把老叶子清一清 没有老叶子抢营养 浇上肥水才会长得更快 OK 好了 拜拜 拜拜